現在關心說會不會要打房 因為房市會不會過熱 所以說打房 我等房價下來一點再去買 央行這個總裁楊金榮說 這個話要怎麼解讀 楊總裁說 那房市不只有涉及金融問題 還有居住正義資源配置要分清楚 那央行關心的是銀行受信 是不是控管良好 那如果涉及高房價 就需要跟其他部會通力合作 實證研究發現稅制比房市管制更有效 思維翻譯一下 這樣是不是會打房 不是翻譯一下就是說 我覺得應該是要打房 但是因為上面說不打房 所以我只好掰一個理由 說我只關心銀行 不關心房地產跟居住正義 就是這樣 其實現在執政黨的做法就是 有一派的多數人 因為想說還要最後剩幾年 能撈就撈 包括花次長在內 就是因為花次長 你上不代表本來 拜託我個人議長 花次長今年五月在臉書說政府不打房 他說不打房 所以房市開始漲起來了 所以這一波房市長是誰的問題 是花進群的問題 因為高層喊話 那既然高層都講了其他人敢講什麼話嗎 都不敢講 所以你說為什麼現在只剩高嘉瑜在那邊說 居住正義居住正義 是沒有錯 現在房價有點往上回去了 所以那些抵押品都沒有問題 法拍也比較少了 銀行的擔保品什麼都沒有問題 預放品也比較少 你他們錢又這麼多幫忙這個貸款出去 是 所以他如果順水推特講一些政治話 當然要忘記居住正義的事情 就想說對啊 大家賺錢笑呵呵 從南部賺錢笑呵呵這樣子 但是北部民眾才不管這一套 為什麼台北到現在還是跌得要死 台北有跌得要死嗎 台北跌要死 今天報紙聯合報寫一則說板橋五大豪宅全部都崩跌 還在跌 這是今天update的訊息 我板橋人 對我板橋人 就是台北為什麼還在跌 因為台北都已經看破這些手腳了 中南部的熱其實很多都是投資熱 然後中南部的人都是一套再一套的套法 就是我已經之前七級熱 八級熱 青樸熱 什麼烏熱熱 就去買一堆對不對 就套著了 沒關係機器低嘛 我當初一瓶十萬買嘛 所以現在雖然二十萬 然後賣不出去 沒關係嘛 我用一點力氣去養它就好啦 所以其實中南部現在開始叫做一套再套 新套的叫做台南 台南叫新套 因為台南這一波是自住客自動發起要投資的一個套勞風 所以台南是新套 自住客自願被套勞風 因為自住客覺得台北長那麼多 都已經吵成這樣 為什麼不來吵一下呢 所以台南很多在地人跳下去投資的那種 他們以前從來不肯住的房子 現在願意買 海邊的高樓大廈以前被他們笑得要死了 台南誰給你買海邊高樓大廈 沒有 台南今年賣的超好就是這種房子 OK 所以你看看到有些好像有出現 一轉手可以賺二十五萬 這真的假的 所以這就是遊戲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說一場遊戲一場夢對不對 這個叫做假照 我當然判斷是假照啦 這個是新竹的一個案子 新竹的 新竹的案子就是你要買這個建商的案子 你必須加入他們的會員群組之後呢 拿二十萬做預約 有沒有那麼寫二十萬有沒有 對二十萬對上面寫二十萬 二十萬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拿來轉手了 光是這張單子就值二十萬 就很離譜吧 你什麼都沒看到 馬桶長什麼樣不知道 油漆什麼事都不知道 有這麼熱 那有人付嗎 好這就是一個遊戲 一棒接一棒遊戲 當年荷蘭在玩預計商的遊戲 你預計商一朵花值一千萬 你懂嗎 在新竹就這樣 一張紙 值二十萬 你相信嗎 只要有一堆人相信 他們就這個就是成真的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沒有進步 我覺得跟草房有關係 因為大家心裡都跑到草房 誰跟你台積電研發啊 誰跟你賣乾啊 對不對 我是說真的啊 那所以說新竹這樣開始一棒接半之後呢 又有人受不了看不下去 是由媒體人揭發的 好然後就跟大家講說 你看排隊搞什麼 台中快死了 然後後來這媒體繼續給他渲染之後 這個建商突然間說 沒有我們沒有賣 那個跟我們無關 你懂我意思嗎 本來想要製造一個排隊熱銷的狀況 現在突然間說跟我們無關 一戶都沒有賣 這是新竹 然後被戳破 就沒有 這個遊戲就玩完 台中 對不對 剛剛我們國華哥講那個 七期那個 這也好誇張 對 就是你看啊 有人一次 第一什麼 第0戶買100戶 續位1號買100戶 續位2號再買100戶 續位3號說 我在現場 我一戶都沒買到 都百戶起跳 我排了這麼久 那你相信嗎 你如果今天想要買100戶的房子 你手上有2億的資金 你會在現場排三天嗎 你用膝蓋的小影也知道 怪怪的 對 就是說建商想要塑造一個說 本案熱銷的一個情況 然後來製造說 媒體追根 然後什麼媒體渲染 然後變成說 大家每個人買一戶 結果這件事情被報導之後呢 風向扭轉 就覺得這個建商黑心炒作 史惟哥說這個建商不要買 我有公開在我的臉書說不要碰 因為這個建商問題很多 好啦 後來是行銷的手法 全都是行銷手法 消化完進去的時候 建商突然間說 沒有沒有跟我又無關 又不是我在賣的 不就是你在弄的 沒有跟你又無關的 好啦 證據顯示不是你賣的 不是你賣 就是被戳破了 所以現在台中跟新竹 都在玩這個戳破的遊戲 好那戳破就沒有了 可是你相不相信 只要100個人相信玩這個遊戲 可能這個局就繼續下去 那就是變成一套再套 一套太套 就像怎麼覺得 好像當年的宏達店 像不像 他講得很恐怖 像不像 其實就像啊 所以這個遊戲在台北不玩了 所以現在目前中南部很熱 你覺得現在反而是不要碰 不要碰 因為這個都是在遊戲套貨的一個階段 等到大家賺錢就出貨 那好嘛 依依依依講 台中什麼時候會開始往下崩 那就是有捷運 效應就捷運通車之時就崩了 然後你說台中到處 我去看那個各個社區 其實烏比我常常上去看啊 台中很多指標性的投資好彩 到現在轉售戶數都沒變 去年100戶在轉售 前年100戶在轉售 為什麼今年還是100戶在轉售 就是沒有人要買啊 賣不掉啊 然後呢 因為大家想新的案子出來 跑去買新的案子去投資 每個人都去投資新的案子 那舊案怎麼辦 繼續套跌 那為什麼能夠套得住呢 沒差啊 因為利率低啊 拿銀行的錢去養一下就好啦 然後呢 房價不是往上漲嗎 那就繼續徵貸出來 再繼續再買新的房子就好 所以台中現在目前累積的恐怖的量能越來越高了 危機越來越高 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要問一下 因為國華哥忍耐很久了 我講得無比哦 看看看 看得出來我忍耐很久 我講無比哦 那個思維的論點結論一下 就是現在舊的賣不掉 新的是戳破 泡泡很恐怖的遊戲 他舉郁金箱 荷蘭玉金箱 那多大全世界最大泡沫 是 其實 思維講的是沒有錯 其實某部分 我完全會支持他 因為這個新竹 這個椰叉建設 他本來就防火牆嘛 因為操作不是建設公司 操作的是代銷公司嘛 他出了事 我又沒叫他做事 他自己亂搞的 可能台中也是類似這樣 那這一次呢 完全不一樣的是說 因為台中本身 他過去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大坪數 這一次進場來買房子 都是中小坪數的 那總價約略是在1000到1200 200萬這樣的房子 那剛剛思維講的那些房子 七期啊或什麼 那些總價都很高啦 2000 3000 4000 5000 5000 6000 其實都不關於這一次 進場首購的事情 但是首購這個市場 大家想不想搶 當然很搶啊 年輕人在發燙啊 麵就不燙就不吃就不吃 你剛剛是你說買台積電的 沒有台積電 我是說已經有房子 就買台積電了 已經有房子就買台積電 沒有房子 所以說這一次進場都是首購嘛 因為他們覺得說 台中這樣看 他們住在那裡那麼久對不對 人那麼多 那房子呢 比如說他去買北屯或什麼區 然後這種小坪數的房子 總價是多少 其實你算看 其實他們的價錢還在單價 20幾萬到30萬左右 他覺得再不買 我去租房子也付這麼多錢嘛 所以我旁邊 比如說離中科很近的 那一區的房子 也到這個價錢呢 那我去買在那些新的地方 那又是兩房 總價又偏低的 這樣的地方 其實他們是會進場的 所以這些地方呢 正好年輕人 為什麼都是網路族群 那這個都是用社群行銷上面 玩出來的把戲 所以他們會完全浸在裡面 泡在裡面 十位出來勇於呼籲一下 讓他們冷靜一下 我是支持的啦 因為不能隨著建商一直玩 玩到大家都瘋了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最後真的會套牢 因為你會 我們這樣講好了 如果哪一天台中喊出一個案子說 你手夠汗子啊 一瓶四十萬 他說成交了 你會不會相信 這鐵定炒作嘛 對 那可是會不會玩到這種程度 有可能喔 台中一瓶四十萬 對啊 你每個案子這樣跟他玩都賣掉 都賣掉 你會不會推出一個四十萬的 會喔 那會不會把他賣掉 也有可能喔 那這一群人 真的就會被套進去了 被洗進去了 所以還是要冷靜要小心 這一點我是支持我們死慧的說法 怎麼樣可以跳到這個合理的黃金 我們待會兒來講 那我們剛才講這個台積電的 這個房市的概念 因為現在好像感覺 只要剛剛講的地方就是 這邊有台積電喔 這邊有台積電 這邊有台積電喔 全整個台南都是台積電啊 是這樣子嗎 我想講最主要就是一個 循環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來講台積電 我最喜歡講就是 因為我高中是讀第二類組的 所以我很多高中 大家都在台積電跟聯發課上班嘛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高中念建國中學啦 我們去新竹看它的時候 那個竹北是沒有房子的 竹北的都是田 那個那家有名的水餃店 都還在巷子裡面 你想年齡就曝光了 一切都改變了 那為什麼 也真的就是因為所得的關係嘛 我給大家看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喔 全台灣最有錢的十個里 對 我相信大部分一定會講什麼 九個在大安區吧 台北吧 一個在信義區吧 錯 看到沒有 全台最主十個里 九個在新竹 一個在台南 雙北連一個都沒有 那當然我們要提醒大家 這叫心知所得 我們要提醒大家 這叫 這是用心知所得來看 台北的沒有在講對啦 對 因為台北人的所得 大部分都不是心知所得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什麼 高科技的這些族群 他們的心知真的夠負擔 剛剛史惟講的 的確這個趨勢 可是這個趨勢是什麼 是過去我認為 台南的 我也很多台南人 是沒有在住 大多都是套田廚 沒有人在住這種 他們每次來台北看 我們都說 你們是住監牢喔 你們為什麼住這種高級監牢 可是為什麼現在南科 會一直在推出 為什麼 因為這些工程師們 他們真的 他們並不是台南人 他們也不是高雄人 他們就是習慣住 電梯的大樓 而台北 而台南的這個價格 實在是太吸引他們了 我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例子 這是 我剛剛講的 台南唯一一個區 叫做聯潭區嘛 聯潭區最大叫聯潭公園 聯潭公園正對面 前陣子剛開標了 一萬坪的一個土地 那當然我必須說 我不是房地產專門 但是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覺得很可怕耶 一萬坪的土地在聯潭 然後呢 就在這個 台灣前十大富有的地方 正對面的第一萬坪 那值多少錢 那不是台北的大安公園 我認為是這個意思嗎 就真的不值錢 他真的只有一萬坪 他真的只有14億而已 14億我們講嘛 大安森林公園對面 我想買三間房子 不是買三坪嗎 我想是 台南可以一萬坪 可是台南可以買一萬坪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也看到你到南科去 你就會發現非常多的建設案 都因此而推出來 那我也知道台積電 不是一個人去 台積電是帶著一群人去 這裡像鴻海 門寶 他們去瑞南 不會單一個人去 他們是把工藝列全部帶去 所以這些工程師 對他們來講 一兩千萬 對他們來講 我們到台積電是 好我有一個小問題 台積電現在在南科有廠嗎 有 對嘛 他不是新設的嘛 那台積電去台南買 南科買的廠 是原本誰的廠房 四個人的廠房 是嘛 那原本就是一個走一個勁而已嘛 所以就員工人數來講 原本的人在那邊工作嘛 換那個工作沒辦法做了嘛 就走了嘛 而且台積電進來 人又回去了嘛對不對 就是 不是 就是一個蘿蔔圓的概念 我來解釋一下 如果今天他買了四個廠房 你的認為是說 例如說他買利特的廠房 他買彩晶的廠房 他去買另外兩家的廠房 這幾個廠房 都是閒置廠房 所以當年他有在做嘛對不對 然後他是閒置廠房 然後第二個很重要一點是什麼 是台積電的工程師的平均所得 遠高於彩晶 遠高於當初的平均所得 然後台南在賣的房子 都跟台積電無關係 因為都在台南市中心 台南的重劃區 離那個台積電都很遠很遠 是是是 所以史偉強非常的 我們也注意到這一點 就是說現在 所以我們 我們在分析完 到底台南的建商 有哪些建商 是深圳 跟台積電相關的 在南科 我不要說在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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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房子看不懂 可以買相關股票 是 到底在哪個 那我想 第一檔股票 我想剛剛就提到了 他標了聯談的 建案的 聯商 聯商 那聯商呢 主要來講 他標完這塊地以後 他就馬上開始販售了 因為他是賣預售 他就馬上開始販售 那以公司 很抱歉 因為我們不記房地 很多人 我們相信公司 給我們的數字 公司跟我們的數字 現在是賣得相當的好 公司跟我們的一個數字 那另外 我也講得也非常好 我們要舉三個 在台南的建商 那他們的土地 就比較沒有那麼靠南科 但是他們也算是這一波 大家俗稱的台南概念股 第一個叫上耀 上耀算是掛衣衫 可是因為他已經轉型成 營建股了 所以他的上耀建設的 在台南也推出了 大筆的一個建案 但是跟南科 大部分都在台南市中心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知道 南霸田 俗稱南霸田的 京城建設 那京城建設 當然是以高雄 為主要的根據地 但這幾年也跨足了台南 這次台南 大家會認為 比較受惠的 相關的一個建設 房子股票都給大家選 那另外一個 在台南也有建案的 也就是5519的隆大 隆大過去在高雄 跟台南也是 它一個主要的根據地 那隆大為什麼 值得注意的原因是 隆大在過去的三年內 每一年的獲利 大概都在2.5元到3元間 OK 然後每一年都固定 配息在1.2元附近 可是股價大概在 15塊錢附近 所以它的基期比較低 那即使今天不靠南科 就是比它 它在高雄的地 它穩健的一個獲利 大概都維持在這裡 那也是 我說這四個 有關於台南的一個建商 當然以這個 我們剛才講 標下南科為主的連上 是最直接的反應 另外三個 就是剛才史惟講的 它大約都在台南附近的一個建案 是比較周遭的擴散反應 所以首選的話 我們認為連上 它整個在高雄跟台南 我們知道這個是 建完以後才會開始的 遇到兩年後 連上的獲利 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大幅的提升 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我們在前面 還會有一個比較大幅的 我們看到 它是一個達到的 一間的 我們可以進行 我可以進行 可以進行